週一 新西蘭廣播電臺報導了中共活摘人體器官的消息 國會議員敦促政府立法強硬抵制中共 新西蘭總理阿爾登週一表示 已經向北京提出器官移植問題 新西蘭總理周一表示 已向中方提出器官移植問題 強調新西蘭沒有進口器官 並且已經在立法應對現代奴隸制 新西蘭廣播電臺節目《紅線》與相關報導指 18國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聯合主席之一 工黨議員華爾 指控中共活摘法輪功修煉者以及新疆維族人器官 《紅線》節目強調 指控只是針對中共而不是中國人民 華爾還呼籲政府立法 對抗中共奴公貿易 確保新西蘭人接受移植的器官 不得來自中國或任何無法證明 捐贈過程符合倫理規範的國家 新唐人亞太電視 陳徽摩 張東旭報導